《政黨容殉道》 1989 年 政黨容殉道的時候 留下了很多事情 交代給後面的人來繼續努力 那個時候的臺灣 國會沒有全面改選 總統沒有直接民選 習法一百條 懲治判斷條例 也都還限制著我們的言論自由 不過 二十八年後的今天 總統已經直選 並且和平完成了三次的政黨輪替 我要強調 民主 追求公平爭議 一直都是我們堅持的價值 民主留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我們對太陽花學運的年輕朋友特別告訴 表達政府對於民意的反省態度 修改《地方制度法》 把政府議長選舉改為敬民投票 終結地方政治的黑金 我們也推動《不當黨產條例》 希望將臺灣的政黨政治 導回民主國家的正軌 我們會持續清查跟開放歷史的檔案 也會將促進轉型正義的條例列為優先法案 現在 立法院已經在協商當中 公民正義是我執政以來 面知在知的事 無論是社會安全網的建構 長照2.0的推動 社會住宅的新辦 建構各種年金跟退休給付制度的永續性 還有產業的創新 還有我們政府資源的分配 跟建設區域的平衡 這些攸關民生的政策 是當前政府在施政的一個要務 也是公平正義的具體實踐 我們同時要透過經濟 社會文化的各種政策 強化在地連結 要讓臺灣確立自己的過去 一起邁向自己的未來 要把臺灣打造成為 一個讓所有的國民願意在這裡 一起安身立命 一起持續奮鬥的好國好民 今天是臺灣的第一個連論自由影 身為臺灣的總統 我會努力 繼續為民主與公平正義來奮鬥 繼續為捍衛我們得來不易 永遠珍惜的自由來奮鬥 謝謝大家